接下來繼續 問我誰是對的 他說要平衡 這個方程式的寫法不見得一定要平衡 你才知道他對還錯 他可能就是一樣的寫錯了 反正是寫不對 不用看平衡就知道他是錯的 你就知道了 比如說第一個 二氧化萌催化劑要寫在箭頭的上方或下方 他不是這樣寫的 所以他就錯了 所以A就錯了 第二個氧化鎂是MGO 他寫錯了 所以就知道不對了 就不用看 也不用去平衡他了 然後這個 就看一下就知道了 青跟綠左邊跟右邊不一樣多 所以一定是錯的 你看就知道他錯了 因為他就左邊跟右邊不一樣多 所以就是沒有平衡 所以就是錯的 所以就只有豬這樣是對的 前面四個納後面四個納 前面兩個氧後面兩個氧 然後氧化那是NA2O沒有錯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豬 就是立體03 好 類似的考法 他問你誰是對的 也是一樣 他可能一開始就寫錯了 該就寫錯了 然後呢或者是 你就知道說怎麼一回事 OK 好 請問 這項答案是誰 停車戰界問 先找大美女好了 先找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 有...我不要找...我找換過你了 P第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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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案 你答案選豬 請坐下 你的答案選的叫做豬兒 A就是錯的 納加水產生的是氫氣跟氫氧化納 沒有O2就知道錯了 B呢 雙氧水 雙氧水 然後呢 會分解成水跟氧對 可是問題是他的左邊是四個氫 右邊是兩個氫 不平衡就知道是錯 然後C呢是碳酸鈣加氫酸會產生的是氯化鈣 水跟氧化碳 他就寫錯了 完全就寫錯了 所以他就是錯的 不對的 而且也不平衡 右邊有兩個氫 前面只有一個氫 也鐵定是不會對的 所以答案就選的是豬 答案就選的是豬 OK 好 請問你 他告訴你是鞏受熱變成氧化鞏 那應該是誰 是鞏變成氧化鞏 我們課本上教的那個是氧化鞏照光之後 變成鞏跟氧 他給的是鞏要變成氧化鞏 那應該是誰 應該是誰 也是看一看就曉得了 好 來 找可愛 大帥哥 帥哥 帥哥 哪人叫做 25 早上抽過 早上抽過25嗎 早上抽過25嗎 那就算了 換一個人叫做27 27 27 C 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C B 他已經告訴你氧化鞏是HGO了 所以A寫HGO2是錯的 那B是氧化鞏變成鞏跟氧 不是鞏變成氧化鞏 所以B就寫相反的錯 好 啊豬呢 就沒有平 豬呢 有平衡嗎 有啊 4個氧 4個氧 2個鞏 2個鞏 對啊 可是問題是 第一個 他是氧化鞏變成的 可是HGO2不是我的氧化鞏 HGO完全不對啊 化學是完全寫錯啊 所以就錯了 所以只有答案是對的 鞏加氧會變成氧化鞏 就是 問你的 說這個化學方程是對或不對 不見得一定要平衡過才知道對或不對 他可能就化學是寫錯 他可能就是 那個該寫在箭頭的沒有寫在箭頭之類的 你就知道他是錯的 你就可以選出了正確答案了 OK